谢谢一会的介绍 这次是第二次来台湾了 留下的印象真的特别的好 很多人可能知道 这次自媒体来 大概有20个做自媒体的人吧 都是在YouTube上比较有影响力的 多的呢 大概可能他的订户能够达到200万 做一个视频大概就会有 五六十万的甚至一百多万的观看 所以对于这个社会的影响力非常大 那么这一次呢 也是应这个台湾的一个民间组织的邀请 到这边来官选 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自媒体呢 把这个台湾的这些选举的情况 从造势 然后呢再到这个选举开票的过程 包括选举之后 台湾这个社会它的平静 通过这样的方式 能够让世界的人知道 所以这次 其实我们这些自媒体的这个在网上传播的数量的话 我想加在一块不会小于几百万次的这个流量了 那讲华文的人基本上来说都可能会有机会通过 中国大陆不算啊 就是其他别的海外的话 可能会借此看到台湾的这些这个自由民主的现状 当然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 那你们是不是亲民进党啊 所以会是什么样的民间协会邀请你们啊 其实我们是超越党派的 我们只是来官选 所以我们一个晚上跑三个场 就是这个号市的场 民进党的去了 然后民众党也去 然后国民党的也去 就是想把台湾真实的情况 跟这个全世界的人去说一下 特别是很多海外的华人呢 因为他们长期受中共的这种宣传的影响 可能不知道台湾的民主是什么样 也看不到台湾人民的高素质 特别是台湾的选举啊 这个比美国真的是好很多 大家知道2020年美国的选举 后来产生了很多的争执啊 这个社会甚至这个有些撕裂 但台湾的这个选举 用我们这个另外一个自媒体人的方位的话说 就是台湾是优等生安 台湾可以打85分 美国的话现在只能打50分了 台湾真的是很不错 是民主自由的一个典范 但是呢其实我发现啊 就是说这个 很多人对于中共和中国是分不清楚的 有一些人呢 他们可能会因为爱中国 他们就会去爱中共 他们就会跟中共走得很近 那有的人的话呢 他会因为恨中共 所以他就恨中国 他就会有意地去梳理中国的文化 我觉得这两种思想都是不可取的 这个呢也就是为什么 我们把今天的这个演讲的题目 定为去中国化与去中共化 这个今天晚上的安排大概是这样啊 就是我们会讲这样三个议题 第一个呢是关于中国的哲学与文化之美 第二个呢会谈一下中共对中国文化的破坏 第三个呢就是我想说台湾应该是去中共化 而不是去中国化 咱们现在你就开始言归正传啊 咱们开始讲第一个议题 中国的哲学与文化之美 这里边呢有一首有一首英文诗啊 这个这个诗非常的简单 我不给大家念了啊 这个英文诗呢如果你要翻译成 咱们现在说的大白话呢 就是说你说你喜欢雨 但是下雨的时候你却撑起了伞 你说你喜欢阳光 但是当阳光波洒的时候 你却躲在了阴凉的地方 你说你喜欢风 但是当清风出面的时候 你却关上了窗户 然后呢现在这就是你开始说你喜欢我了 所以我就有一点点的担心了 这个英文诗非常的简进是吧 但是呢把它翻成中文的话呢 我看到网上有二十种不同的文体的翻译 比如说第一种这个翻译的话是诗经体 子言目语奇散避之 子言浩阳寻音俱之 子言喜风避故离之 子言偕老无所畏之 很文雅是吧 非常的文雅 非常符合诗经的这个韵律 这种四字结构 还有储词版 还有离扫版 君乐语兮奇闪之 君乐昼兮临毙日 君乐风兮兰障兮 君乐雾兮无兮齐 这个也是一样的意思是吧 然后呢还有这个五言诗版 练语偏达散 爱阳却遮凉 风来眼创飞 社工金龙王 片岩织女短相思前卷长 郎君说爱我 不敢细思量 这个然后还有七言诗版 练语却怕秀医师 喜悟偏向树下语 爱中诱把 沙窗壁 教奴无何心足以 然后还有七律版 变成了八个字 江南三月女威芒 罗伞 烟诗润幽香 夏日微醺 郑可人 雀望八目 家目 趁阴凉 双风清河 更出记 青醋额眉 锁珠窗 青眼一片 香子里 五孔流年 拆怨阳 同样的诗 你会发现 它有各种不同的文 当然还有这个什么 瓷牌版 君曰 昔雨 平栏望 旗雨 急散 避雨芒 爱阳 君阴凉 月风 雀壁门窗 恋家人 西花香 易成商 春去残红 君离清去 醉断场 还有什么其他别的版材 就不说了 反正总而言之的话 当时我在网上 一共看到 二十种不同的文体的翻译 同样的东西 你会发现 你能够感到中文之美 是吧 你能够感到中文中的那种 就是非常含蓄 然后呢 这个又很优美的 那种表达的方式 这个英文 你也可以写得很美 但是你能写出 二十种不同的文体 我想这个是相当困难的 在中国就是 我们 这个 我们就是有这样的文字 表达能力 德国有一个语言学家 叫洪宝特 这个人讲这样一句话 他说每一种语言的背后 有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这句话大家细细的评评 每一种语言的背后 有一种独特的世界观 实际上每一种语言的话 它背后承载的是 使用这个语言的人 对这个世界的看法 中国的语言在我看来 是与神的联系 最紧密的语言 中国语言中所承载的世界观 将让现在这个 已经变异的世界 重归正常 这个话 我知道听起来很大 也有点令人费解 所以我是想把 就是中国的文化之美 哲学之美 给大家讲一下 其实我们看到 就是说 我们现在生活的 这个时代 是一个非常 多元化的时代 多元化是一种 好听的说法 但是其实也是 一个大家 缺乏共识的时代 就是我们没有一个 共同的认可的价值 虽然我们经常会说 普世价值 Universal value 但是呢 倡导这些 普世价值的人 他们可能恰恰对 跟他们不一样的价值 持有一种 完全排斥 甚至想要消灭的态度 比如说 美国的左派 经常讲 多元化 是吧 Diversified Diversification 他们就是叫 Di Diversity Equality 还有一个就是叫做 Inclusiveness 但是实际上 在他们的这个 意识形态中 他们对于保守主义 他们是绝对不抱着 这种Inclusiveness 就是绝对不会是说 想要包容你 他们对左派的话 他们是Cancel Culture 他们是要把左派 从社会上 彻底地抹掉 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的现象 我想引用 罗素的一句话 这个罗素 他讲这样一话 他说要了解一个时代 就需要了解 这个时代的哲学 实际上 我们知道 就是说这个 从启蒙时代开始 就是从这个 18世纪开始 一直到20世纪的初 20世纪初 这个 这是一段 非常剧烈动荡的时代 这个时代 在这个时代中 人们经过了 很多重大的事件 包括法国大革命 包括美国的建国 当然到20世纪的时候 人类还经过了 两次世界大战 这个世界大战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一种 真枪真炮的这种热战 但是同时在意识形态的领域 这个思想 不同的思想之间的竞争之激烈 绝不次于 一战和二战这种热战 非常激烈 在这个时候 大家可以看到 特别是到了 20世纪60年代的时候 中国爆发了文化大革命 与此同时在西方 也爆发了民权运动 大家知道 那个Martin Luther King 这个民权运动 然后包括这个 女权运动 然后1964年 越战之后的这种反战运动 还有新解放运动 还有嬉皮士 还有摇滚乐 法国的这个五月风暴 就是1968年的五月风暴等等 为什么这个社会出现了 这么多意识形态上面 这种如火如荼的战争 或者说是意识形态的冲突 那么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们要了解它的话 我们就要了解 就是整个这个启蒙时代开始 实际上是一个人类社会 开始失去了一个宗教和王权的权威的一个过程 从其实实际上从这个 在文艺复兴之后 宗教的权威和这个传统的欧洲的王权的权威 就已经都衰落了 但他们的衰落本身的话呢 但是还没有一个什么替代的意识形态 所以大家虽然也没有那么这个浅诚了 但是呢还大体上保留着传统的一些信仰 但是从启蒙时代开始 就出现了很多的意识形态的替代品 在这个过程中 当然出现了一些非常好的这个思想家 像这个洛克呀 像这个英国洛克 像法国的孟德斯鳩啊 包括这个像苏格兰的亚当斯密啊 就提出这种古典经济学啊 像哈耶克呀等等 就是也出现一些好的 海德格尔啊 就是包括像黑格尔 都是比较好的这种思想家 但是呢也出现了很多 就是在我看来是对人类的道德造成了强烈的冲击 甚至是败坏的这些思想家 像弗洛伊德呀 像这个法国的萨特呀 就是像这个左下角的尼采呀 右面的马尔库塞呀 这些人的话 他们其实对于人类的文明进行了很大的这种破坏 就像尼采有一句话 他说如何用锤子来进行哲学思考 锤子怎么能够进行哲学思考 实际上就是拿着一把锤子 要把不同的哲学思想或者是传统的权威 道德权威或者是传统的意识形态的砸烂 如果用锤子来进行思考 所以说这批人的话 他们也可以被大概称之为结构主义者 就deconstructionist 他们实际上是要把传统的那种道德结构 或者是我们说的这个社会的这个 我们叫fabric 就是这个社会 维系社会的这些力量的话 都要把它给拆掉 拆掉之后的话 这个社会就变成了一个支离破碎的 然后互相之间 大家没有共识的 就是充满了冲突的这么一个社会 所以呢 这个我们要想了解 现在这个世界上的各种各样的 这个思想的这种冲突 要知道 在美国的这个社会呢 存在着这个两种力量 大体来说的话 两种力量 一种力量就是保守主义者 就是对传统理念的这些信仰和维护者 还有一批的话呢 就是他们叫做liber 他们自称是自由主义者 实际上他们是文化马斯主义者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的话 就是说 不同的思想家或者哲学家 我这个哲学家是一个中性的词汇 我并不是说你是哲学家 你就说什么都是对的 不同的思想家或者哲学家 他们提出了不同的思想 或者说成体系的思想 我最近一段时间 其实就是自己去上一些课 读一些书 去了解一下他们的思想 我发现了一个什么问题呢 就是 很多人的哲学思想表述的非常的复杂 但是实际上如果你真的懂他在说什么的话 你会发现他讲的东西大概只是那么中国 在中国的文化中 他们表达听起来很复杂很高深 甚至很晦涩的那些思想 用中国的语言来描述的话 大概也就是一句话两句话而已 而且对于中国人来说的话呢 甚至都是常识 我举几个例子 比如说左上角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这个海德格尔 就是左上角这个海德格尔 他呢是存在主义的大师 海德格尔呢 他在提到存在这个词的时候 他花了很多的精力去解释 他说我所说的存在呢 不是你们所理解的那个存在 一个东西 这个比如说这么一个遥控器 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个麦克风 不是说它在这里的话 就可以说它是存在 它的存在的话 它用的不是一个distance 它用的是being 就是being的话 就是大家知道 它是表示存在的意思 但是being的话 它也表示这个东西是什么 这个意思 所以呢 这个海德格尔在解释 它这个存在主义的时候呢 他花了大量的篇幅 去把一个词拿出来 然后呢 对它的原始的意义进行考证 他说我讲的这个词的意思 可不是你们所理解的意思啊 它就有点像清代前家学派的 那种考据和迅古 他去找那些 它的原始的意义 然后花了很多的时间去解释 然后用了很多非常晦涩的词汇 它为什么有意地用晦涩的词汇呢 它是不是不想让你懂呢 它就怕你一看到这个词 马上就想起来 你通常知道的这个词的意思 就比如说一提到存在 它的意思是说什么叫做存在呢 它认为这个存在是使 让一切东西能够存在 背后的那个存在 那个原因 但是呢 它用了存在这个词 那这句话 是不是让我们想起来 老子讲过的一句话 叫做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我是可以给你讲这个东西的 这个道是可以可道的 可以给你讲的 但是呢非常道 不是你普通理解的那个道的意思 明可明非常明 我用了存在这个词 这个名词 但这个名词 不是你通常理解的那个名词 就是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它就为了表达这样一个意思 它恨不得写一本书 非常复杂 所以其实很多的话 你会发现 他们讲到那些 让一切存在 能够存在的存在 这么一个概念 他海德格尔就举了一个例子 他说 这个 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我用一个例子来说 可能更清楚 比如说 春天来了 春天是 来到了我们的身边 你怎么知道春天在我们身边呢 你会看到 比如说气温回升了 这个树叶都已经绿了 花已经都开了 这个时候的话 你会发现春天存在了 这是在海德格尔看来的话 他说存在呢 它是会以某一种方式 让我们能够看到 接触到 让我们意识到它的存在 但是当我们意识到 它的存在的时候呢 我们这种意识就遮蔽了 让这一切存在 能够存在的存在 就是当我们看到 这个东西的时候 我们知道 这东西是存在的 可是 这个让我们有一个概念 是这东西是存在的 但是当我们看到它的时候 摸到它的时候 我们会忘记 能够让它存在的背后 还有原因 那个存在我们却忘记了 这句话其实用中国人 我刚才讲的一个 非常复杂的概念 用中国人的话来说 就是八个字 《金刚经》里边说的 凡有所向 皆为虚妄 所以就是你会发现 很多非常复杂的 西方的哲学家的那些思想 我可以讲的 非常地复杂 但是其实在中国文化中 就是常识 我一说道可道非常闹 大家马上就明白了 明可明非常明 大家马上就明白 它的存在 为什么要那么解释 所以实际上就是说 西方的这种语言 当他们在描述 超越人类社会这种 能看得见 摸得着的东西的时候 他们会有一种障碍 西方的语言 本身就造成这样的障碍 就障碍了我们能够理解 那种更深的 更高于人类社会的那种 或者是说神的东西 所以你会发现 就有一些哲学家 像海德格尔所提到的存在 像康德提到的物字体 像黑格尔提到的绝对精神 其实他们都在说一个东西 这东西的话就是道 就是道家所说的那个道 但他们说到那儿的时候 就比如说 大家知道那个鼻影 就是海德格尔讲的鼻影 鼻影还有一个有的意思吗 还有一个有的意思 实际上海德格尔说的 一切的存在东西 能够存在的存在的话 是鼻影 这个鼻影有有的意思 这个就像老子说的 叫做万物生于有 他讲到这儿讲到头了 老子后边还有四个字 叫做有生于无 他的语言都已经达不到那儿去了 他讲到这儿 他就已经费尽心思去解释了 所以我给大家举这个例子 实际上就是在讲说 所谓的海德格尔的存在主义 就像老子说的 道可道非常道 明可明非常明 万物生于有 有生于无 有物昏成天地生 就这个东西 对我们是一个常识的东西 对他们需要花很多的时间去解释 这个咱刚才说到了 凡有所向皆是虚妄 咱们刚才也讲过这个问题了 其实这个黑格尔所讲的东西 黑格尔是古典唯新主义哲学的高峰 就是不可逾越的一个高峰 但是黑格尔讲的东西 它也是特别复杂 可能很多人根本都看不懂 黑格尔讲的这个正反和 正体反极合体 其实就是太极里面的阴和阳 一个东西发展到一定程度 会变成它的反面 这个在老子的道德经里面 就是五个字 反者道之动 但是你看黑格尔他讲到 正反和阴阳和 其实就是一个太极的概念 等我去读他的东西的时候 我想了吗 他不就讲一个特别简单 说这么复杂 我就问我一个同事 那个人他是学 comparative literature 就是学比较文学 东西方哲学 他说比较文学 但其实是读很多东西方哲学的东西 我说黑格尔讲的 是不是就这东西 就这么简单一东西 他说是 就是这么个东西 非常简单 就是如果用中国文化 去形容它的话 就非常的简单 再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这个Max Weber 这个人也是非常有名 二十世纪的一个哲学家 非常有影响力 他提出两个概念 一个叫做工具理性 一个叫做价值理性 什么叫做工具理性呢 他说这个现代社会 出现了很多的问题 就是人们用理性 来衡量一个东西的时候呢 他经常会衡量一个东西 值不值得做 他是看他的成本 和收益的核算 我花了十块钱 我能不能赚回一百块 如果值得的话 我就去做 如果我花了十块钱 只回了八块钱 那我就赔钱了吗 那这东西不值得做 这个就他所谓的工具理性 就是这种成本核算 但是呢 如果你仅仅从工具理性的角度 去考察一个人的行为 你会发现有些行为是不能理解的 比如说一个小伙子 爱上了一个姑娘 那他呢 这个可能会想方设法地献殷勤 是吧 比如说给他买包包啊 请他吃饭啊 给他看电影啊 甚至可能给他买房子 买车呀等等 但是可能旁边的人看来说 这是他做这些事情是没有用的 因为那个女孩最大 根本就没有兴趣 所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去分析呢 这个小伙子做的都是无用功 但是对这个小伙子本身来说的话 他不觉得他做的是无用功 为什么呢 因为他认为爱情是无价的 他不管花多少钱买房子买车 他认为都不值那个爱情的价格 所以他认为爱情是无价 这个呢就叫做价值理性 所以就是说 既有工具理性又有价值理性 就能够理解这个小伙子的行为 其实用这种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话 你也可以去理解很多 就是比如说有信仰的人 为什么在迫害中他们会那么坚真 你会看到比如他失去了工作 失去了家庭 失去了自由 甚至失去了生命 你会觉得你做这些事情 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衡量 你的付出和你的收益是不成正比的 其实甚至你可能完全没有收益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但是从价值理性的角度去衡量 你会觉得他这么做是有道理的 因为他可能心中坚守的那一份信念 或者比如说他认为他的信仰 对他自己个人灵性的升华 或者对他人的这种 社会带来未来的这种好处 他认为这个东西是无价的 所以从工具理性的角度衡量呢 你会觉得一个人 就是为了信仰付出那么多不值得 从价值理性的角度衡量的话 你会觉得它很值得 对吧 我们刚才讲这么一大痛 就是马克思韦伯的这种 关于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的说法 实际上就是中国 在中国的文化中 就是十个字 就是叫做什么呢 就是叫做 君子欲于义 小人欲于利 是吧 甚至可以说 比如说就是毅力之变 还可以总结这四个字 所以我在看那些西方的哲学 或者我听那些西方的哲学 我经常会讲 明明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 他们怎么会说得那么复杂 因为在他们的文化中 他们缺这一块东西 所以中国的文化 我真是觉得 刚给大家看那些诗也是 看那些诗 能够看到 感觉到中国的文字之美 给大家讲这些哲学东西 你会看到中国文字的 它的那种深刻的内涵 这个是其他别的那种文字 是很难承载的 那么现在就提出一个问题 就是人类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话 已经是我们发现 大家已经刚才说 我们现在生活这个时代 是一个没有共识的时代 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的 universal value 到底是从什么地方开始 人类步上歧途的呢 其实我刚才提到 这个启蒙主义 其实很多人对启蒙主义 它抱有一种 就是非常正面的看法 当然启蒙主义中 有一些人我觉得还是很好 像洛克呀 休莫呀 就这些 英国这些思想家 当然包括法国 就是孟德斯丘 不错 德国的黑格尔 海德格尔 那么 实际上再往启蒙时代 再往上追溯的话 那在文艺复兴的时候 从神本主义 到人本主义的过程文化 已经开始偏了 那么如果从文艺复兴 再往上追的话 就一直追到 因为文艺复兴复兴的 就是古希腊的文化 从希腊时代 已经出现了偏差 就是我说这希腊三贤 苏格拉底 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 其实上述到 亚里斯多德的时候 你会发现 人类已经开始 这个在思想界 已经走偏了 在亚里斯多德之前 像苏格拉底和柏拉图 我觉得他们讲的 很多东西 还是有道理的 这个柏拉图 有一个非常著名的 这个 就关于这个 山洞里的囚徒的 这个 这个 比喻 我还是花一分钟 简单说一道 就一个人 背着手 被绑到 一个山洞里 然后他只能 面向墙壁 他唯一能看到的 就是他对面 这一面墙 这个墙上 有很多阴影 这个阴影 比如说是一个 马的阴影 或者是什么的阴影 他所看到的 全部的世界 就是这样的 一个二维的世界 他对这个世界的理解 是因为他背后的火光 和遮蔽火光的 这些东西 在墙上的投影 那么 如果有一天 这个人 被解开了绳索 然后呢 走出了山洞 他来到了外面 看到了一个 真实的世界 这个时候 他就 这就像一个 觉悟的过程一样 他一下子就知道 真实的世界 是这个样子 那么这个时候的话 他就有可能 想要走回山洞 外面真实的世界 再告诉给 他的同伴们 这就是 这个 苏拉底就讲 这么一个比方 这个比方 实际上是说明一个 什么问题呢 是这柏拉图讲的 这柏拉图呢 实际上他是讲 在我们所肉眼 看到的这个世界 其实并不是 真实的世界 我们就像那个 山洞里的囚徒 我们只是看到了 真实世界 真实在我们 这个世界的投影而已 在真实的 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世界以上 还有一个世界 那个世界 柏拉图称之为 理念的世界 就是idea 那个世界 其实存在着 一切的智慧 一切都非常的完美 那么一个人 他认为 其实我们人的智慧 并不是来源于 这一生的学习 来自于什么呢 他说 我们本来就是 从天上来的 我们把这个理念世界 可以想象成为天国 尽善尽美的一个世界 他认为 我们本来就是 从那个地方来的 我们的智慧 并不是来自于 我们在这个世界上的学习 在这个人世间的学习 而来自于 我们对那个 天国世界 或者那个真实世界的回忆 所以柏拉图认为 真知就是回忆 就是 能够想到 那个理念世界 真实的情况 是什么样子的 这就是为什么 大家看到苏格拉底 在给他的学生 讲课的时候 他用一种叫做 启发式的教学法 他会不断地问你问题 不断地问你问题 让你在 回答问题的过程中 自己想明白那个事 因为柏拉图认为 你明白不是 我告诉你的答案 是因为你心中 本来就有 只是你没有意识到而已 所以我要通过 我的问题 引导你 认识到那个真实的世界 所以实际上 在柏拉图的 这个理念中的话呢 他还是相信 有天国的 这就是他讲的 真知就是回忆 一个真知就是回忆的 回忆起 天国世界的 真实的过程 所以这就是 我们看到 为什么我认为 亚里斯多德 把我们这个人类社会 带上企图 大家看到这个是 拉斐尔那非常著名的话 亚典学院 中间这两个人物的话呢 一个就是柏拉图 一个就是亚里斯多德 如果你要把这个画 放大了看呢 你会看到 这个 其中的这个柏拉图呢 是一手之天 亚里斯多德 一手之地 柏拉图指向的是 那个理念世界 而亚里斯多德指向的是 我们现在生活的 这个世界 所以从那个时候 开始的话呢 这个人类就开始 慢慢地 从亚里斯多德开始 把人类过度地 重视自己的理性 然后呢 他在用这个理性 去衡量一切 这里面就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说 从亚里斯多德开始 亚里斯多德提出了 严格的形式逻辑 实际上就是人开始 运用理性 去看待这个世界 当然人运用理性 本身并不是问题 因为理性也是 神给人造 就造在这个人的 这个思想中的 也就是神富裕的 但是如果人通过理性 把自己和世界分开 把自己作为主体 把世界作为客体 这就是走向 歧途的开始 亚里斯多德 就是通过什么观测呀 实验呀 逻辑推演呀 去提出一套理论 包括原来的物理学 也是这样开始的 就是把我作为一个主体 把这个世界呢 作为一个客体 也就是说 当我们有这样的 一种思维方式 就西方现在 这种科学的思维方式的时候 我们人类地 把人和这个世界 就给隔开了 本来人和世界 是一体的 主客是一体的 但是呢 他把我们作为主体 然后呢 把世界作为客体 开始去观照这个世界 去看这个世界 这样的话呢 可能还不是问题 但是如果你把神也作为 一个观照的对象的时候 这个就出问题了 所以其实在这个中世纪以前呢 这个宗教势力 还比较强盛的时候呢 这个 这个人所做的一切 他还是以宗教的 这个教导 为依规的 还是有这种宗教思想的约束的 从文艺复兴开始 人把宗教也当成了客体 当成了一种观照和研究的对象 当然一旦做这样做的时候 当你一旦开始把宗教 作为一个客体去研究 甚至可能去讨论 甚至可能去嘲弄的时候 这个宗教呢 就失去了它的神圣性 它也就 不再被别人当作是 被人们当作是一种 不可挑战的教条 或者是戒律了 到了启蒙运动兴起的时候呢 人的理性就被进一步的放大 它的作用就被进一步的夸大 这个时候还有一些 保有信仰的思想家 像牛顿 像康德 像洛克 孟德斯丘 但是也有出现一些 像马基亚维利 像卢梭 这种没有任何做事的 道德底线的人 然后呢 这个时候人和宗教 人和自然之间 就是以当人为主体 自然和宗教为客体的时候 这个人和自然就分开了 在这个过程中啊 就会出现一个现象 就是宗教与王权的衰落 宗教呢 它是精神方面的权威 王权呢 它是世俗方面的权威 当人把宗教这个开始 甚至去讨论是去嘲弄的时候 大家知道这个文艺复兴之后 就出现了一批宗教中的禁书嘛 就像石日坛这样的这个禁书嘛 当人走到这一步的时候的话 宗教就开始衰落 宗教一旦衰落 王权也会衰落 因为军权神兽嘛 如果连神都没有 那当然军权也就失去了它的光环 失去了神身心 权威的失去会造成各种思潮叠起 而且就失去了判断的依据和仲裁的机构 你说你的道理 我说我的道理 到底谁对谁错 谁也不敢去否定对方 你有你的意见 我有我的意见 这个虽然可以让很多思想 可以自由地生发 意识形态的多元化 但是也让很多邪恶的思想 得以生发和传播 就像马克思 像马尔库塞 而且他们的思想 包括像毛泽东的思想 而且这些思想 会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 这个就是我们这些社会问题 出现的根本的原因 也就是我们割裂了 我们和神之间的关系 那么这个就说到 我们中国的文化 为什么它能够对现在的这种 所谓的意识形态多元化 能够进行一定的抑制 这个原因 这个原因就是因为 在中国的文化中 本来就是主客一体的 就是天人合一的 我刚才讲了 就之所以我们 现在的这个社会思想 走入企图 就是把人作为主体 把这个 这个世界甚至宗教 当作客体 而在中国的文化中 就像装生梦蝶一样 装子认为 到底是我做梦 变成了蝴蝶呢 还是蝴蝶变成了装子 所以这就是 在中国文化中 就有这样主客一体 天人合一的这种理念 所以你会看到 中国的文化中 像中国的画中 这个人子这么小 是吧 大家能够看到这个 然后这个 这个自然的话 就这么大 就给你一种 既浮游于天地 渺沧海之一宿的感觉 人在自然中 休养生息 这个抚养于自然之间 人和自然融为一体 这是中国文化的一个 跟西方非常不同的地方 那么 当然中国的文化 是这个样子的 那么中共呢 也就对中国的文化 进行破坏 因为中共它的这个思想 是来自于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的话 是来自于黑格尔的 菲尔巴哈 也就是来自于 就是启蒙时代的 这种理性主义 所以 它的整个思想的来源 就这种所谓的理性主义 这种主客分离的 这种这种思想 和中国文化 是截然分开的 截然不同的 所以中共到了中国之后 它发现 如果它的思想 意识形态 能够留下来 能够立足的话 就必须得把原来的中国文化破坏掉 所以 我就 后面简单地讲讲 因为没有太多的时间 去详细地说了 就是 中共对于中国的文化 它是分为三步的 第一步是在1955年之前 就首先在信仰的层面 对文化已经破坏 这个我以前 就曾经讲过 就是在我的这个 中华文明史这本书里边 我就讲过一句话 我说信仰塑造的文明 每一个文明的来源 其实都是神 传给人的这种 道德基础 或者是 这个 这种文化 都是神传给人的 神是我们 能够生活在这个世界上 包括我们一切 这个道德善恶的 判断的这个根本 那么 中共为了想破坏中国的文化 它首先做的第一步的话 就先把神 对神的信仰破坏掉 破坏掉这一部分之后的话呢 这个 第二步的话 中共开始破坏人 这个人的话呢 就是 1957年的反右运动 就是不让 具有中国传统文化 理念的人 他们能够把自己 所了解的文化 传播下去 这是第二步 那么 到了这一步之后呢 这个 神和人的问题解决了 第三步开始解决物的问题 就是 这些文物古迹啊 等等 所以在1966年的时候 中共开始文化大革命 就烧毁那些 古典的 这个 这个 经典啊 这个包括 砸毁寺庙啊 这个道观啊 等等 通过这样的方式 就一步一步 就把中国的文化 就给破坏了 所以说实际上呢 我们要知道 中共是中国文化的破坏者 要说去中国化 去中国化 咱们现在可能知道 台湾有一些人 本岛内有些人的话 他们主张去中国化 但真正干的最彻底的是 中国文化 他们在真正做这样 去中国化的运动 所以我想 刚才给大家讲的这个 讲了半天的话 就是回到我们最开始 这个议题啊 就是台湾应该做的是什么呢 台湾应该做的是 去中共化 中共对台湾的这种威胁啊 除了这种 武力方面的威胁 包括任志战等等啊 就这些方面 对台湾的这种安全的威胁 在另外一方面呢 我觉得就说 中共对于很多这种文化方面的 对中国文化这种扭曲的宣传 也影响到了台湾人 是影响到了全世界的人 现在在这个 我们叫简中圈 是简体中文圈啊 有这么一个词 叫做知黑 所谓知黑的话 就是把中国称为知那 然后的话呢 凡是中国的 他们都反对 这样的一种 就是东西在 这个传播的过程中 其实我觉得对台湾 也有很大的影响 他们也会认为 中国文化一无是处 中国文化充满了专制 充满了黑暗 充满了这个残酷 人和人之间的斗争啊 充满了阴谋权术等等 所以他们也会这样想 所以我觉得呢 就是说台湾在这方面啊 我觉得还是应该有一个 清醒的认识 我们要知道我们最大的敌人啊 不管是武力上的威胁 还是文化上的威胁 最大的是中国共产党 而中国文化本身 就刚才我提到 中国的语言 文字之美 包括中国的文化 是种天人合一 主客一体的文化 它能够帮助我们 建立跟神的联系 这一方面的话 是任何别的文化 都不具备的 我觉得这是 我们人类是会 非常非常宝贵的 全人类的财富 所以我觉得 未来等到 这个中共解体之后的话 我期待着能够 有一个中国文化的复兴 至少我觉得 它可以平衡 现在这种西方的 文化马克思主义 这是今天跟大家聊的 后面也没有太多时间展开了 我有一本书 就是《中华文明史》 这里面讲了很多 关于我对中国文化的 一些宏观上的认识 那咱们就说到这儿吧 那下面我们就 进入问答环境好不好 谢谢大家